这是天道最经典的名场面 同时也是使车破防的时刻 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 由于天道不加入组织 天道与使车随即对决 可天道在双方的对决中 一直都是被动的防御 因为对于眼前的使车 他觉得没有交手的理由 然而尽管一味的躲闪 依旧躲不过子弹的射击 过于适时的无奈 天道挥动手中的利府 把队员影山的武器打落 但影山也遭受轻伤 致使注重团结的使车 优先把影山送往医院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刚好注视一切的家赫美 随即向天道讨的说法 但天道直言对方先动手 况且应该先解决一重 可家赫美认为天道说话 一重已经被使车解决 与此同时返回了使车 由于保护影山放走天道 当即遭到上级的训斥 但上级给他一次机会 示意他下次一定要成功 片刻后家赫美主动找 表示要加入他的队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但使车觉得与其加入 更应该先认识他的伙伴 随后使车介绍双方身份 这时在高层打来电话 表示天道之前说的话 或许是使车有所误 因为从那次的战斗过后 类似的案件还在出现 并且还登上新闻头顶 而这都归咎于他的失误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使车为布下准备的食材 也被他人抢过一空 看使车的状态不对 家赫美替使车找到天道 想要平分一些斗 但天道一听到是使车 马上就改变说话的态度 表示连根矛都没有 突然家赫美收到消息 示意他和使车尽快前来 很快两人赶到失发地 随后在使车的安排下 现场布下严密的措施 并利用一对新人的圣点 来吸引已经拟态的一虫 可无论做出何种努力 众人都没有通过仪器 识别到一虫的具体方位 以至于使车自信地认为 一虫在他的各种措施下 已经逃离到此处之外 然而随着天道的到来 天道很轻松指出方位 使一虫主动显露原形 同时让使车啪啪打脸 这时一虫向窗外飞去 天道见状随即变身应战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双方缠斗至某处铁滚 此时天道以一波连环拳 打得一虫毫无反击之力 紧接着一招丝滑的侧摔 瞬间将一虫击退数米 随后天道迅速冲上前 在一脚击退一虫的同时 光速发动大招骑士踢 瞬间带走眼前的对手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由于自己的威信全无 使车正逐渐走向破防 再加上天道是始作俑者 他便产生复仇的念头 接着使车显露出本性 并以山不容二虎为由 约天道来一场西洋对决 眼看使车的态度强硬 即使天道在否不愿 可天道也明白两者之间 注定会有这一场战斗